消失的魔音 各位好 我是红维 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 换了到第二期 也就是玩出梦想系列的第二期 这一期我们聊一聊 MR头显很重要的一个模块 VST VST的全称是Video C-Suit 我们可以称其为视频透视 它的原理是通过两个彩色摄像头 拍摄外界的画面 然后实时在头显的屏幕上显示 这样我们就能将MR头显上的摄像头 当作眼睛 透过屏幕去看到现实世界 这听上去原理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想要做好却非常困难 在我们的设置 显示 视频透视选项里 有一些关于VST的设置 这一期我们就从这几个选项展开 聊聊VST 视频透视的一些困难与挑战 我们大致上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评价一款头显的VST表现 延迟 画质 积变 这一节我们先聊聊延迟 苹果的Vision Pro在发布的时候 有提到一项关键参数 借助RE芯片 其VST的延迟低于12毫秒 我们在佩戴Vision Pro的时候 似乎感觉不到延迟 整个画面非常流畅和丝滑 仿佛只是隔着一层透明玻璃在看外界 这种体验与先前的MR设备 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实际上VST的延迟我们称为光道光延迟 它是指从摄像头采集到外界光线 经过芯片处理再闯给屏幕 最终屏幕发出光线 这一段时间的延迟 这个延迟会受到VST帧率的影响 Vision Pro的VST帧率和屏幕显示帧率一致 为90帧 每帧间隔约为11毫秒 也就是差不多在一帧时间内 R1芯片就走完了光信号的所有处理 极低的延迟使得 苹果的VST画面非常流畅和丝滑 提高了真实感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用户的眩晕 那在VST延迟这一块 王梦其实做的还不错 如果看过王梦的发布会的朋友 应该有了解到 我们宣传的VST延迟是14毫秒 并且有一段带着头显开车的演示视频 那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的光到光延迟确实可以做到14毫秒 只不过有一些条件 在王梦的设置里 影响VST延迟的选项有这么几个 渲染模式 系统刷新率 以及透视画质 在关闭注视点渲染的单眼3K完整渲染模式下 开启90帧 且透视画质选择优先延迟 那么此时VST的光到光延迟就是14毫秒 如果开启了实验室里的单眼4K完整渲染 因为系统刷新率所在了72帧 此时的延迟会有略微上升 大概是16毫秒 而如果开启注视点渲染 那么VST延迟会增加到约20毫秒 我们在上期有说过 高通芯片对于注视点渲染的适配并不好 不过无论是14、16还是20毫秒 它们的体感都是相似的 可以说此时在延迟体验上 王梦是和Vision Pro同一个水平上的 那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高通芯片单独一块手机级的XR2加GN2芯片的处理能力 真的可以做到和苹果R1加M2两块 笔记本电脑级芯片一样的事情吗? 事实上我们确实做到了 但这中间做了一些取舍 在透视画质选项下 我们开放了优先延迟和优先画质两种模式 在优先延迟下 我们可以做到14毫秒 而如果切换到优先画质 至少在目前版本 我们的延迟会增加到约60毫秒 而这其实才差不多是高通芯片的真正水平 我们可以把王梦的VST处理管线简化为如下形式 光被摄像头捕获之后 会在芯片内进行两次图像处理 然后上屏显示 如果启用了优先延迟模式 我们会直接绕过第二集图像处理 让第一集图像处理之后的VST画面直接上屏 去掉第二集图像处理的好处就是 大大压缩了光导光延迟 实现14毫秒上屏 并且VST帧率可以刨满90帧 因此在环境光线充足的时候 王梦的VST画面非常接近Vision Pro的画面效果 但是当环境光线变差的时候 在优先延迟的模式下 因为少了第二集图像处理模块的高级降噪功能 我们的画质会快速列化 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画面噪点会增加的非常多 那我们也把这个选择权留给了用户 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光照条件很好 优先延迟无疑可以给你最好的体验 而如果你的光照条件不好 那么优先画质会更适合你的场景 事实上整个VST可以理解为 摄像头录制视频 视频经过芯片算法处理 然后在屏幕上实时播放 它本身就是视频的录制和显示 其技术路线继承自手机的视频模块 苹果作为传统的手机大厂 在相机调教这一块有着长期深厚的积累 并且借助自家的芯片可以做到延迟和画质全都要 而我们只能做取舍 说实话 目前我们的优先延迟模式已经很完善了 在光线充足的长影下 有着和Vision Pro接近的体验 而我们的优先画质模式其实才刚刚开始 至少目前的这个表现我自己并不满意 高通芯片的算力并不充裕 在开启优先画质 进入第二集图像处理之后 光到光延迟会暴涨到约60毫秒 且VST帧率是跑不满90帧的 目前我们在开启优先画质之后的策略为 将VST帧率固定为系统刷新率的一半 也就是如果屏幕是90帧 那么VST帧率就固定在45帧 保持帧率是整倍数的好处是 可以减少错帧带来的卡顿感 当然这个也只是目前的方案 我们还在尝试更多的方式 去提高优先画质时的帧率 但即便我们选择将帧率降低一半 暗光下画质带来的改善仍然有限 对于VST画质的评价维度有很多个 例如清晰度 动态范围 色彩 白平衡 噪点 曝光等等 确实 打开优先画质模式之后 王梦可以大幅减少暗光下的彩色噪点 但是作为一个VR180视频画质党来说 现阶段其实我很难跟你说 我们的优先画质模式有多好 尤其是我作为VST这个功能的产品负责人 我们很清楚自己离苹果的差距有多大 手机相机的影像调教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 即便很多家安卓手机在拍照领域都可以打得过苹果 但在视频领域 目前苹果仍然是多一份的存在 而头显的VST调教和手机视频沿用同一条技术路径 手机视频画质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去调教 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这是一个技术长期积累的过程 对于我们小团队来说 这是第一次做彩色VST的产品 所有的技术积累都需要从零开始起步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和宽容 因此目前的选择就是 如果你的光照条件很好 可以用优先延迟模式 而如果你的光照条件比较差 或者你对噪点比较敏感 那么可以开启优先画质模式 那我们后续还会继续优化和迭代优先画质模式 但这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影像一直是旗舰手机的逼真之地 而如今手机影像其实差不多卷到头了 但XR影像其实才刚刚开始 长远来看 我们是希望可以延迟画质全都要 这不仅是我们需要努力 也需要摄像头厂商的努力 更需要芯片能力的提升 除了延迟和画质之外 VST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用户体验的方面 那就是畸变 在文梦的视频透视设置里 有一个透视形变的选项 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呢? 用过Quest 3的朋友 应该会注意到VST画面里 存在着比较烦人的畸变 特别是进入物体在运动的时候 物体的轮廓边缘像是有水波纹一样的扭曲 而Vision Pro则几乎没有这种烦人的扭曲畸变 实际上Vision Pro和Quest 在处理VST畸变的思路上 是两种不同的策略 Quest是从VR过渡到MR形态 有一些历史包袱 而苹果一上来就是MR 并没有从纯VR的形态切换过来 因此可以比较好处理一点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种畸变的来源是什么 事实上只要是VST这种形态 那么就一定会有畸变 这种畸变来源于物理摄像头和人眼之间存在的这一段距离 这导致了物理摄像头拍摄到的图像 一定不是人眼所在位置看到的图像 因此需要对拍摄的图像进行重投影 于是产生了画面畸变 Meta和苹果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苹果有篇专利就提到了利用阵列相机的方案 来消除人眼和物理相机的这段隔阂 Meta更是直接做了一个圆形机来进行demo演示 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但这些其实都是实验室方案 距离落地还很遥远 现阶段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做权衡 而在正式落地的产品上 苹果和Meta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 要理解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先介绍虚拟摄像机的概念 头显在渲染画面的时候 会首先假定人眼的空间位置在哪里 然后将虚拟摄像机放置在那个位置上 渲染出那个位置应该看到的双眼画面 Quest是从VR一路过来的 在VR里 我们的虚拟摄像机的位置 其实默认就是放置在真实世界里的人眼的这个位置上的 但是到了MR环境下 因为头显上的物理摄像头的位置 离真实人眼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仍然保持虚拟摄像机和真实人眼的位置重合 那么就需要把物理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进行重投影 扭曲到真实人眼的位置上 这样人眼看到的透视、比例、深度 以及移动头部时的画面变化才是正确的 而这种重投影一定是不完美的 所以就会产生那种物体边缘水波纹状的扭曲 而Vision Pro其实采用了另外一种思路 将虚拟摄像机的位置就放置在物理摄像头的位置上 然后让使用者自己去适应这段距离带来的隔阂 可以这样认为 戴上Vision Pro之后 我们的眼睛就像长在了物理摄像头的位置上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己适应这个新的眼睛位置 这两种策略各有利弊 那我们把这两种策略都做了 交给用户选择 当我们启用优先观感时 那么虚拟摄像机就在物理摄像头的位置上 这也就是Vision Pro的策略 它的好处是没有重投影带来的扭曲畸变 并且在MR场景下 虚拟物体和真实物体的贴合度是最好的 缺点就是因为眼睛长在更前面的位置 那么看东西时 真实物体的比例会显得更大一点点 因为你的试点离它更近了 另一个就是在进行头部转动的时候 因为眼睛绕头旋转的轴更长了 头部追踪定位的感觉会比较飘 毛定感比较差 这一点在纯虚拟的VR场景中会比较明显 如果你对以上两点比较介意 那么可以切换到优先深度的模式 也就是Quest的策略 此时虚拟摄像机就是在人眼的真实位置上 物体的深度是更加准确的 画面比例都更接近实际观感 在头部转动时 眼前物体的追踪毛定感会更好 但是代价就是增加更多相机图像 从头影时带来的画面扭曲 那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用的更多的是纯虚拟的VR场景 例如玩VR游戏 对于头部定位追踪的稳定性更加看重 那么可以切换到优先深度 如果你对VST画面的扭曲畸变更加在意 那么就选择优先观感 因为不同的人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功能都做了 交给用户自己选择 我们可以定义这么一个概念 VST图灵测试 假如有两个MR头显 一个是有VST功能的正常头显A 另一个是将屏幕和光机挖空 人也可以透过空气看到外界的头显B 如果一个人带上头显之后 分不出他带的是头显A还是头显B 那么头显A就算通过了VST图灵测试 而这正是MR头显的VST质量的前进方向 当然目前这个愿景还非常遥远 XR影像行业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当下我们还需要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算力不足的情况下做出各种各样的妥协 王梦的VST功能还在路上 我们后续还会不断的更新和迭代 尽力去优化所有可以优化的项目 把我们能给的全部给到用户 并且后面关于VST还有一些新的功能 我们也可以在后续的视频里进行分享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这一期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我是红维 是玩猪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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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